提升全民艺文气息 民间企业特别捐赠100万元给新北市政府 将要合理在全市多个图书馆以及儿童亲子馆 要推出艺文展演以及主题书展等超过50场的活动 并且是由人间国宝江四美艺师 带领着掌中剧团 要让学生一窥剧场的神秘面纱 苏老师就是这位赤的母亲出现的 剧台上火灵火线的戏友结合生动口白 全世界家白手起家的故事 如果您还一有未尽别担心 这样的展演接下来还会在新北市各区陆续登场 来请捐赠 希望能够透过这100万能够响应我们的 有爱八方艺文送暖全林艺文 阅读推广计划能够成功 今年民间企业捐赠新台币100万元 携手新北市政府推动艺文展演 主题书展与阅读推广等超过50场活动 而年龄层更横跨了儿童青少年及乐林族群 我想艺术人文的涵量 是我们人文精神很重要的扎根动作 所以一个城市除了我们的硬体建设以外 最重要是让我们市民朋友可以感受到 人文的气息 所以艺术人文的推动会是我们这支的主轴之一 另外一个部分刚刚在记者会中也特别提到 我们在整个活动中 真快乐的剧团 一起加入我们的这个艺文的推广 也代表一个传承 新北市推动文化艺术多年 除了硬体上完成图书馆改造 更着重与举办读人的艺文活动 希望提升民众的艺文气息及素养 推动文化艺术多年 独播剧 anyone